这种模式可以推广 而且也可以证明中国有能力来管理好自己的国家 管理自己的经济 别的人可以来模仿 也可以用于将来中国与别的国家发展外交关系 那么再谈他的第二个观点 就是在朝鲜以及韩国的这个问题方面中国的处理 在这里中国也有一个机会 可以来显示我刚才提到的软实力的第三个方面 也就是要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 要能够支持这个国际的体系 如何通过外交来解决一些可能会成为危机的情况 所以在这方面中国是面临着机遇的 但是它也面临着挑战 它需要非常的明确明确的表示自己所支持的一些价值 这其实就是软实力的真正意义所在 好的那么说到软实力 说到中国的国际形象 中国常常抱怨西方媒体 西方这个社会 尤其是西方媒体呢 对中国存有偏见 对中国的报道呢 不够公正 不够客观 您看有这个问题吗 您是研究媒体方面的专家 您看有这个问题吗 我觉得不管这是不是真的 但是在中国政府 它一直有这样一种传统 就是对外国媒体 对于中国的报道是非常怀疑的 他们觉得人们对于中国的形象的描述呢 是有污蔑性的 而且觉得中国是一种威胁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 中国也认识到 它的这个西方来的这些媒体报道 这都是西方的 不是中国内部的 但是呢 中国也就是说在国际上是很具有影响力的 因为中国通过它的新闻的服务 包括中国的对于国际的一些广播 投资了很多 它也是把中国的声音传递到世界 在欧洲 在美国 在阿拉伯世界 人们都越来越了解中国 好的 继续来接听 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打来电话 下一位是上海的陈先生 陈先生你好 你好 请讲 请问本次峰会的抗议者有何主张 谢谢 好的 谢谢上海这位陈先生 一会儿我们的嘉宾呢 可以回答您的这个问题 下一位是山东的张先生 山东张先生你好 你好 请讲 你好 我想谈两点 一个就是 我认为中国领导人 在目前的国际事务上面 怎么说呢 客观的说还不是不够劳练 毕竟中国参加这个国际事务 也是近几年逐渐越来越多了 尽可能的去跟国际能够借轨 但是所以就 中国人在外出做一些国际事务上表现呢 不够了脸 不像那个西方国家有那个传统啊 表现的更老脸 更冤化 处理问题以后 更生命的 我认为说 直接聊当说吧 还是有点幼稚 是这样 另外一点 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 比如说朝鲜问题和伊朗问题 我觉得主要 为什么出现跟中国跟西方有这个分歧 主要是观点不同 立场不同 会产生不同的结论 现在就是说 为什么一定要 按照 要求中国的领导人 按照西方的标准 来评价某些事 比如说对待朝鲜的事务 处理朝鲜事务和伊朗的关系方面 为什么一定要按照 如果中国的领导人 中国政府按照西方的意思 做了 西方就认为对的 可是现在来说 中国政府 做出自己的选择 做出自己的处理的方式 我觉得是由自己道理的 从中国的利益出发 一定要符合中国的利益 符合中国的核心利益 所以这一点的话 希望西方的媒体和西方领导人 也要充分的理解中国政府 站在中国政府角度上 考虑这些问题 我相信就能够达成谅解 双方之间会有更多的理解 那么将来处理国际事务的 很多事情 就会能够取得比较 一致的看法 这是我的观点 三中的张先生 谢谢您 您的评论 我觉得上一个听众呢 他讲到了一些很有意思的观察 第一呢 就是说在外交方面还不老练 其实中国在通过他的一些公共外交 和他的这些外交方面 来学习到说 他的听众有什么样的需求 怎么样来说服别人 他有孔子学院 来推广他的文化 还有中国的一些媒体 当然有这些并不认为说 他所宣传的内容 人们就能够自动地接受 他还有很多别的工作要做 有很多外联的工作要做 还有第二点 就是来 要通过西方的观点 来理解中国的立场 这一点说得很好 那么中国通过他的软实力的政策呢 就是来提供 就是从另外一种方法来看国际关系 也就是说 不是说是从西方的一些常规来看 那么他的提出的一种看法呢 就是一个和谐的社会 他也呢 也就显示了 中国想要来推广 就是国家的主权 每一个国家应该有权利 自己来做 自己想做的 而不受到别的国家的压力 那么中国在这里的一种姿态呢 就是要来支持这样的一种原则 来支持他自己的软实力 就是说您刚才讲的呢 和我们最后一位听众 山东的张先生 他讲的问题呢 都是一个道理 就是说中国呢 在中国的一些国际政策 中国的外交政策呢 实际上是围绕着中国自己的国家利益 而不是呢 非要和比如说西方国家的利益相吻合 刚巧呢 我们这里也有一个 一位网友呢 通过电子邮件发来这样的email 他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他说中国的软实力 应该还是要以中国的硬实力为基础 现在中国实施软实力 也是为了发展它的硬实力 这里的硬实力 我想呢 我们这位网友指的就是我们刚才谈的国家利益 您看是不是这样 我觉得一个软实力的这种方式的挑战呢 就是要让你自己的国家的利益 要也能变成整个地区的世界的这个利益 当然硬实力是软实力的一个很重要的来源 但是中国呢 它可以一直来用它的经济的发展 作为一个势力 来向别的国家推广它自己的文化和价值 所以软实力跟硬实力之间是紧密联系的 但现在的一个挑战呢 就是说如果你要来推广你的软实力 在全球的舆论里面推广你的软实力的话 要把自己描述为是一个负责任的一个国家 而不是只是中国关注自己的国家的利益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平衡点中国要做 好的继续接听 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打来电话 下一位是湖南的张先生 湖南张先生你好 西伯你好 嘉宾你好 我觉得中国刚刚就是踏入这个国际社会吧 也是在学习吧 还不能说是什么很老练吧 我举个例子啊 那个小布什在这个有一次有个 最近记者是有个人向他丢皮一些 当时这个小布什就开了句玩笑 他说这可能是他表示他的这个政治观点 这也是一种方式 这个事情就过去了 上次那个温家宝的英国的话呢 也是同样一个丢皮一些事情 当时温家宝就不满不太冷心吧 他就他就骂这个丢皮一些的人很悲疲